大家好,我是桑普,欢迎大家来到9月7日晚上的桑普论静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桑普频道,comment,like,share,subscribe,youtube,patreon,看所有广告和利用super thanks function继续赞助支持本人的,多谢各位 今天来到新的地方,我想未来这个礼拜都是在其他的地方和大家做节目 迟些再跟大家讲我去了哪里,我就跟大家先讲讲美国大选最新的消息,大家都有关注 我看大家对于这个议题稍为关心一些,希望大家都知道继续跟进有关的情况 我也陪伴大家,因为去到美国大选,我想11月5号,1月20号的这个就职,都非常多的变数会出现 尤其我都提醒过大家,三日或四日之后,就会有这个,就是看时距,9月10号就是ABC的,这个是美国广告公司 川普,就是Trump,和这个哈利斯,Kamela Harris的辩论,那我们看一下,这个非常精彩可期的辩论,就会下个礼拜会上演的了 但这个之前呢,我们知道有几件事呢,是想跟大家去分享一下 第一件事就是Trump,没有一单官司的,Mr. Tommy Daniels,所谓的暗口费案的,那单我和暗口费完全无关 是和究竟,这个NDA的法律费用,是不是所谓的不实申报的问题 我觉得这件事的话,Trump是一直有他的道理,但是可惜,当时的情况呢,左派非常盛,而且摆在纽约那里呢,尤其难以去逆转 当时的陪审团一致裁定Trump是有罪,将一个同样的登记,将三十几三十四张不同的发票,列出了三十四个不同的 Felonies,用这样的方式来告他呢,简直是不知所谓,这种所谓的Weaponization,将司法当成武器的做法呢,是现象美国的一个很大的眼睛 那经历了,就是他的枪击事件,经历了之后,拜登退出,跟着这个Harris去参选 整个气氛呢,就是说呢,无论在Facebook,或者各方面的东西,X当然不用说了,Ivan Musk啦 那你说Facebook,或者各方面的东西呢,希望平衡给双方都有公平的选举 这方面呢,我想是最紧要的是左派输不起的,如果他今时今日左派继续 做一些在论论上,打这一场呢,完全诛死Trump的一场战争的话呢,未必可以 左派现在最需要注意的问题是哪里呢?两个大字,造票,OK? 造票才是现在最大的问题,各区的选票,现在很多地方逐游递选票的投票 还有,他怎么去count他当地的选民,有没有幽灵人口等等的东西才是最重要的东西 上演四年前的一个非常绝劣的一幕,尤其当双方的票数不是相差太远的时候呢,造票呢,少少力大作用 这些要小心,我不是说一定会造票,我说这个风险必须要小心,而这个风险呢,非常明显的 那今时今日呢,去到这个Trump这个位置,那你说了,辱论上,法庭的案件 这些案件,会否诛死他呢?不行,为什么呢? 那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把关了嘛,说明有,就是所谓的职务行为,公务行为 就是official act的全面绝对的豁免权嘛,那你想告他赢,很难 那唯一一单案件,现在已经是判了罪,OK? 未判刑的案件呢,就刚刚讲Stormy Daniels,其他的各项案件 其实基本上已经,要是销案,要是已经呢,退到去这个大选之后 那现在的Stormy Daniels案呢,原先预计呢,近日就会宣判 但是呢,现在这个法官的莫成,Jean Majan,那他呢,就宣布将这个审判期间呢 延迟到11月26日,什么日子呢?11月5日,是这个总统大选 11月中,是这个拜登呢,去APEC,去这个,他现在预计呢 去APEC,去G20见习近平,12月26日就完结了这些事情的了 那到时候才宣判,就是将被受争议的纽约刑事案件 延至总统大选之后呢,先做宣判 而Trump的律师团,除了要求去延后审判之外呢 也都希望,根据总统豁免权,Presidential Immunity 去申请撤销定罪的 但是莫城这个法官呢,决定在大选之后再处理相关事项 这件事很奇怪 到时候才处理,会不会跟红顶白呢? 是不是?就是万一如果是Trump当选,分分钟莫城 就是用Presidential Immunity,新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 去将这件案子取消 这个有没有可能呢?有可能 你说这个左派法官会不会做到这样呢?不知道 但是我告诉你,左派由始至终都不是一种跟红顶白的动物 而并不是呢,它有固定的思想,一定要猪某家猪到底 这个要看深层政府,或者所谓华尔家集团,买不买Trump 这个决定了很多东西 综合外媒的报道,莫城法官强调呢 然后审会为了避免外界质疑,法院可能对选举结果造成影响 这个案件源自于Trump在2016年的选举期间 2016年是8年前,透过偽造,所谓偽造商业记录 其实不是偽造,是登载和他们想的不一样 就是它登载法律费用 因为Trump认为这个是NDA费用 保密协议费用 你说不是,这个是暗口费,一直写暗口费 这个简直是不知所谓 那你也不可以推论Trump是和这个女性有险 Trump也否认 现在说的不是代表你搞完人家之后要暗口费 而是说可能没有搞过人家 之后人家在造谣,然后给人家暗口费 给人家暗口费是合法的,没有违反任何法律的 NDA可以签的,NDA的费用就是这个法律费用 这个纽约陪审团在今年5月一致裁定 Trump 34项偽造商业记录罪名成立 Trump对这个结果一再否认,坚称自己是无辜的 Trump对于法庭延后审地表示感谢 并公开赞揚莫成的决定 他强调案件应该立即被撤销 刚刚说的总统贵面权 重申自己没有做任何的错事 案件存在对他的政治的攻击 而马哈顿地区的检察官布拉格 Alvin Bragg也表示 当时,检方已经准备好在新的日期 11月26日进行审判 强调陪审团的判决结果不容质疑 这个控方一直这样说 Trump就是日前面对很多 日前一直面对多喜刑事诉讼 这些案件都多次被延后审理 这一次的延后审判意味着 大选前不会对Trump是否入狱做任何决定 应该这件案件是唯一剩下的一件 即是说Trump在11月5日大选前 会入狱的机会是零 莫诚强调Trump可能面临最高四年的监禁 但也有可能只是接受罚款 或换形比较轻的储罚 到时候就看 整件事都是你要做一个针板 将Trump视为一个肥肉 放在针板上,搞到肉脱针板上 其实整件事是谁知谁非 大家很清楚 另一方面 Trump也要开玩笑 因为最近 上次我们节目讲过 普京就说支持Harris Harris笑声笑声 伴在温轻 特朗普在最近一次活动的时候 不知道普京去支持Harris 究竟是一种对他的羞辱 还是能帮到自己 USA Today报导 特朗普向一群纽约市政要 和华尔街金融圈里的邀割 解释自己的经济蓝图的时候 他提到这个Putin 在11月美国总统大选 支持Harris的一件事 他说我不知道自己被羞辱 还是他帮助我一把 他说俄罗斯的党媒 官方媒体今天俄罗斯 Russia Today报导 特朗普现身在Economic Club of New York 纽约经济俱乐部 举办的活动时候指出 普京支持这个Harris 特朗普就说 我不知道是不是应该打电话给他 非常谢谢你 我真的不知道应该说什么 我不知道自己被羞辱 还是他帮了我 今天美国报USA Today的报导 就说普京本州出席 俄国的海参威 就是韩正最近和普京见面的地方 海参威 举办的1860年中俄北京 条约各样地 海参威 举办的经济论坛 期间他谈论到哈利斯的时候 还提及一件事 就是回顾四年前美国总统大选 普京说他偏向支持 当时民主党提名的候选人 拜登而不是特朗普 今年11月 美国总统大选再职 普京再次表示 我们会支持Harris 他的笑容不保护他感染力 显示他的一切都很好 普京撑何锦丽 即哈利斯增加难分 因为少早美国司法部起诉 两位俄罗斯公民 他们涉嫌用1000万美元 收买网红 在社群媒体上意图 左右美国大选的选情 喂 这帮左交媒体 以前我就用你的逻辑 说你的东西 我都认为普京是乱说的 但你用这个逻辑来说 今时今日如果 普京说我要支持特朗普 哇 整班华尔街媒体就会说 通俄通俄通俄 即是你同样的逻辑 如果是说在特朗普身上通俄 如果普京是支持Harris的话 就不是通俄 说假的 这帮就是左派 在我眼中就是死左派 今时今日 他们的逻辑是混乱的 雙重标准的 不知所谓的 对一个人 本身的幽微之处都较不清楚 普京就想搞乱这件事 他的心里的希望 就是特朗普能够当选 因为特朗普本身就是 这个支持 不是支持 是支持美国 反对两个地 反对两个人物 但是呢 对中国更加要防白 哈里斯就不是的 继续俄战争以下冲突 那么基本上放生中国 还想取消中国关税 就是中国货的美国关税 可见呢 有分别 那么在这样的大的框架之下 普京 你不用问他都知道 正如你问习近平 你喜欢哈里斯当选些 还是特朗普当选些 当然你喜欢哈里斯当选多些 为什么呢 特朗普读他 这个我想你问所有现在台湾 词仰一点的评论人 绝大部分都这么觉得 OK 只是那些打官慷 中国两个都争的 这些是《秋华尔街日报》 《华星党邮报》 那些左派的媒体的评论 我只是说 今时今日 不需要问他们两个 一看地缘政治架构 一看他们两个政见 都已经知道 好 普京现在这样说法 左派媒体 他说假的 你看 以前那些俄罗斯公民 用一千万美金 三万万万 在社交媒体上 意图左右大选 俄罗斯什么做得出的 他不是真心支持哈里斯的 那我问你 如果真心呢 那你又为什么说他不是真心呢 如果今天他说他支持特朗普 那整班人都租了他 所以我就说 这些媒体不知所谓 美国媒体的报道 尽管司法部在起诉书里 引去了政党和候适人的名称 但可以清晰地了解到 俄罗斯方面 试图支持的是特朗普 那这个大家都知道 但他支持特朗普 是否帮他打赢的选战 没有关 是否等于特朗普要和俄罗斯 勾结 No 是吗 是吗 长期以来 批评者一直强调特朗普和普京的关系 而哈里斯的竞选阵营发言人 Ian Sams 这个礼拜向CNN表示 我想大家心知肚明喘悟的 独裁主席就是恶巴 在这次选举中更加喜欢哪个 基本上这些CNN左家媒体就是说 Dictator就是特朗普 因为他说 CGP was my good friend until COVID-19 CGP is strong CGP is for China Air China 如果你用这些地方来说 你就完全耳偏概全 你看特朗普一直而来说的是多少 F fierce 说ottom� F aris Evil 邪恶 而是他说 He is for China I am for America 我一定要以足储 不你所 Big friend 你把我一定试储的这件事 删除了 然后算 responsible停止 獨裁者аться 我想请问特朗普 在4年裏面 今天 isn't eligible 你如果没有收通过一句審法 廢除过宪法 违法乱纪 导致到宪法完全失效 没有 利用国会山庄案 1月6日那段案件来说 已经讲了 完全是刑事豁免权 而且更重要的地方 当时不是 Trump去主导改变这个选举结果 他提出一个合理的质疑 就是今时今日的点票 是否公正 是否The election was rigged 他质疑这个选举结果 而不是说他要推翻拜登 否则这四年来 由2021年1月20日 拜登当选到现在 Trump已经极尽所有能力 去推翻他 民斗武斗 合法低法暴力方言 都想推翻他 没有吗 所以我说这些事情 很多人都搞不清楚 思想要清醒 最后讲下一个 类似印度神童般的一个说法 现在美国的政界是相当流行港客 这个流行的说法很有趣的 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有13条问题 专门研究美国总统选举的美利坚大学 是有家美利坚大学 历史系的教授 Alan Leachman 就是李克特曼 透过独创的历史指数模型 这些学者最喜欢玩这些 gimmicks 历史指数模型 成功预测1984年以来 十届美国大选中九届的胜利者 就是十盘九成 只是在计票具有争议的2000年大选中失准 那时是Al Gore和George W. Bush 最后就是Florida的recount 导致了这个 就是不再recount 导致了这个George W. Bush 很多大胜的 那一个很叮当码头的地方 他输了一次而已 那这个Alan Leachman 就是被誉为 总统选举的先知 Profit 他最近凭借这一套模型 是13度的示威题 再来预测11月5日的大选结果 将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 Harris击败了共和党的对手Trump 他这么说 他说是透过1980年代初 和俄罗斯地球物理学家 这个Ledimir Kales-Boruk 共同建立的历史指数模仪 就是白宫之约 就是白宫的锁示 Keys to the White House 对过去40年的十届美国大选结果 做出准确的预测 在不考虑民意调查数据 竞选策略、选战语言、政策议程等 大多数评论员和福星斯依赖的因素之下 这个Alan Leachman 就透过13条 针对现任总统政党的是非题 来判断输赢 只要有其中6题 或者以上 就是13条里面 就是有6条或以上答案是否 挑战者 就是这个Trump 就会获胜的了 OK 用YES、NO的问题 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简化的方式 就好像印度神童 或者叫做占卜八爪鱼一样 哇 13条 如果有6条或以上答案是否 那这个Challenger Challenger就会赢了 这个就是他的说法 那13条里面呢 呢 Lichman 吸出只有3个Node 3个Node 外交换的外交换军事事务上遭遇重大成功 或失败的答案可能翻转 拜登政府广泛 拜登政府广泛参与以色列的加沙战争 去查每题的答案 政治两极化 by polarization 两极化 比较严重 他比较呢 是 是 迟 才对这一届的大选 做出判断的 他也提到 普选票 在近几年 已经没有什么参考性 即使民主党能够在纽约州和加州 狂掃普选票 在选举人团制中 也都毫无意义 而是上次1992年以来 共和党只惊险 赢得一次的普选票胜利 却都是多次入住白宫的 因为重点是Electoral Votes 针对有些人在批评他的判断 比较过于主观 李克特曼就强调 他对每一题都有明确的定义 而且都是根据同一套标准来判断 以看似主观的政治务力来说 他认为是具有跨党派吸引力的人物 二十世纪以来 只得鲁罗斯福、甘乃迪、列根、奥巴马符合 除了任内遇刺身亡的甘乃迪 其他三位都是连任成功的 反之 特朗普是或是成功的表演家 但他任内平均支持者只有41% 未满足广泛吸引力的条件 所以连任失败 我想Let's see ok 这种说法就很好笑 Let's see 我只是这样说 我怎样看这件事呢 第一 他这个样子就好像已经去到一种八爪鱼 或者一种所谓的 一种叫做神秘主义的地步 什么叫神秘主义呢 他不说你的政光 不说你的经济的痛楚 对于非法移民的痛楚 或者说对于左派 一些LGBTQ 那些纲领 或者批判 种族主义 或者堕胎问题 这些左右派 常常会争议的问题 大家支持 完全不说这些分析 就是刚刚说的 他弃绝了所有 传统评论人要做的一件事 而他自己读书一次 问十三条问题 我读一读十三条问题给大家听 和他的答案 让大家知道 我在说什么 一 在国会其中 interim的情况值 就是每两年一次 国会的其中选举之后 執政党 即现在是民主党 在众议院的席次 有没有增加呢 答案是否 他没有增加 那这个是fact的东西 即是2022年 之后民主党 在国会众议院席次 不止没有增加 早已失去大多数 那这个是no 第二个问题 执政党总统 提名 未出现激烈竞争呢? 执政党总统提名 未出现激烈竞争? 问号 他说yes 这个yes 我放了一个big question mark 我觉得是no 即是出现激烈竞争的 为什么呢? 因为拜登众声拱月 那Kamber Harris众声拱月 你只看了两点呢? 是 未出现激烈竞争 但你知道整个是个政变 而政变就是说 拜登在和特朗普的变谈失利之后 全部人就开始诸拜登 之后呢 就是有一帮幕后的人在那里 拱这个Harris出来 摆平了里面的所有人 因为呢 很多人想无权出争 那些是newscombe 即是Gavin Newscombe 亚洲洲俊也都想过的 但最后就是 拱了这个Kamber Harris出来 但根本的地方是什么呢? 是用Kamber Harris把拜登押下来 换言之这个竞争就是 Kamber Harris完成了这个所谓的政变 一个无血政变的时候 这个竞争已经结束了 而这个竞争是出现过 就是说要不要留灯 要不要废灯 要不要换灯 当时讨论是不是很激烈? 那你说是不是 没有出现过激烈竞争 我就觉得有出现过 这种情况是从来没有过的 一个执政党换走原有的人选 来做这种事情 起码是个1980年代 统队就现在未出现过 而这一位仁兄 有没有真的将这种 factor into calculation 我觉得我是否的 而不是事的 否的意思就是出现过激烈竞争 事的地方就是未出现过激烈竞争 我认为是否的 第三条问题就是 参选人是否现任总统呢? 参选人是否现任总统呢? 不是 两个都不是 所以第三条是no的 第四条 未出现实力强劲的第三政党或独立候选人 yes 就算Robert F. Kennedy 都不是实力强劲 所以我觉得yes 这个没问题 第五个就是 选战期间经济并未陷入衰退? 它说是yes 即并未陷入衰退 well 你没有陷入衰退 是怎么看的 它没有陷入衰退 但是通货膨胀呢? 这种高通货膨胀的痛感是很重要的 还有从未出现过的 大量开放非法入境者 跨越美墨边境 来到这个地方 那怎么办呢? 这些从未产生过新问题 所以它没陷入衰退 我都勉强说 没有recession 美国没有recession 这种东西 但是经济呢 大家生活在一个痛苦状态 inflation immigration 第六 现任总统任来 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无额GDP 成长率等于或超过前两任总统的人均GDP的成长率 即是说在拜登的任内 实际人均GDP的成长率 是等于或超过前两任总统的人均GDP的成长率 say yes 但是这件事没有讲到一个什么的GDP 你讲的是一个Ross的概念 而不是Net的概念 即是说今天GDP的成长率 如果你把inflation放进去 每个人口多里面的钱 你拿着一张钞票一千元 你可以买多少东西 同样一千元交易 你的交易的消费力 购买力是减少的 那为什么呢 第七点就是 现任总统对国家政策做重大的变革 现任总统对国家政策做重大变革 yes 那你真是左谈的 那是不是重大变革呢 It depends 他说yes 第八点就是现任总统任内 是未出现 未出现 这个持续的社会动荡 他说yes 那的确是未出现持续的社会动荡 但是你说这个社会动荡 会不会出现很多地方暗流洶涌呢 是 第九 现任总统未受重大丑闻影响 他说yes 即是未受重大丑闻影响 那我问你那个 整个拜登这件事是怎么计的 喂 他只是老猛懂的 怎么计的 Kamber Harris只有个笑字 那这些不是丑闻 那看你怎么看 第十 就是说 执政党候选人有政治魅力 或是国家英雄 否 即是现在拜登 或者Kamber Harris 有政治魅力 或是国家英雄呢 否 那这个是中衡的答案 就是no 第十一就是说 挑战者没有政治魅力 或者不是国家英雄 哇 这些这样的说法很奇怪 挑战者没有政治魅力 或者不是国家英雄 你觉得Trump不是 所以他说yes 就是说 他承认挑战者没有政治魅力 就是Trump没有政治魅力 或者根本是 不是国家英雄 那这个说法 就是说真的 你自己说的 第十二点 现任政府在外交 或军事事务上 未遭遇重大失败 那这个答案竟然说uncertain 那我的答案就是说 当然是遭遇到重大失败的答案 就是no afganistan 2021年 苍黄撤军 13个美国人死了 俄乌战争 以哈冲突 习近平 继续尖尖自起 喂 这些不是外交 或军事事务上 重大失败是什么 答案竟然是no 就是说遭遇过重大失败 第十三点问题就是 现任政府在外交或军事事务上 取得重大成功 当然没有重大成功 喂 这两个问题就是 其实一与相关的 是不是 有没有重大成功 没有重大成功 有什么重大成功 拜登这四年执政 有什么重大成功 没有 好了 你将全部no的问题加起身 他自己答应有五个 只要多多一个 就已经是六个 我就说了 今次宫廷政变 就基本上民主党里面有激烈竞争 不是怎么会宫廷政变呢 这个是1982年到现在 未出现过的状况 六十年代有 OK 但现在没有 所以我说 如果按照他这个 这个占卜八爪鱼 李克特曼的游戏规则 应该是Trump会赢 结论是这样 第二个 我都质疑 他问这么质迫的 这么简单 或者这么单简的 十三个问题 是不是很容易有一种 如有神作 这样 搞清楚究竟 谁会当选呢 你当那些人是工具 或者有一种 有一种叫做 命定论的方式 去看问题 我是不认为的 OK 所以他决定 都是给 美国所有的选民去决定 而我觉得这个过程中 大家就是对于这些 剥花生息的 一些 propaganda 要注意就是说 那些左派的媒体 希望用这些方式 来去感召一些 就是 动摇派 就认为 是 信心 信心 Harris一定会当选的 就用这样的方式来吹 那结果当然是 被人来笑 OK 所以我觉得这些 官网停止 就不能够 引以为科学的地方 我就说一次 真正的问题是哪里 两个大字 造票 OK 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如果真是造票的话 那么不光彩的话 美国的整个民主的选举制度 是出现了非常严重的问题 是跟第三世界国家非常类似的 这件事 真与假 很快可以再验证 希望大家密切监督 我们下一节再说